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这两处的圣经不是矛盾 圣经来是用不同的角度讲述 同样发生的事情 因为试探是从魔鬼来的 恶魔借助人的私益引诱人犯罪 因为神许可 恶魔用试探的方法来试验他的百姓流通 第三 耶和华击杀以色列人七万人 但是没有攻击大卫和他的父家 表明耶和华是因作百姓的罪 本来就是要向以色列百姓罚怒 不是出于大卫王数点百姓的罪 神是公义的 又不是以色列人的罪 耶和华不会向以色列人罚怒 为何大卫数点百姓心中自责 并对神说 我行的这事大有罪了 大卫也承认自己所行的是以媚的 首先我们要看 为何数点百姓会犯罪 如果我们看了民宿记第一章第二节 和二十六章第二节 上帝不是许可 摩西数点百姓吗 因为大卫是出于撒旦的攻击 激动大卫数点他们 大卫做完了以后 国家稳定 也许开始心高气傲 所以撒旦就来激动他的心 叫他数点百姓要彰显自己的尊容 大卫数点百姓这个事情 直接上是受撒旦的攻击 激动大卫数点百姓 在间接上是上帝允许这四法神 好像上帝许可 撒旦来试探约伯一样 但是约伯没有犯罪 大卫为了满足自己的 十亿数点百姓 有自己不对的动机 所以他心中对神 有愧疚和质责 再次也教训我们 我们是奉神 一百八千没有错 但我们是奉神的动机 就是为名为立为的地位 除以自己的事 就大错了 不能够讨上帝的喜悦 我们看大卫肯在这个事情上 他认罪 大卫给我们认罪的好榜样 第一个榜样就是 大卫很快地就醒悟自己的罪 可见大卫的领先还很好 他天天审查自己 所以他能很快地醒悟自己的罪 大卫向神祷告说 在诗篇一百三十九篇 第二十三节二十四节 大卫向神祷告 神啊求你 建策 我知道我的心事 誓言我知道我的意念 看在我里面有什么 恶心没有 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 所以信徒在一切所行的事上 要必须要天天自审 免得我们所做的得罪上帝 就是犯了罪 也很快地能够醒悟过来 不至于罪上假罪 受神更众的刑罚 第二我们看见大卫 在认罪给我们很好的榜样 大卫在他臭上 他不怪别人 只怪他自己 大卫向神祷告说 我信这世大有罪了 也有话求你除掉 仆人的罪孽 因为我所行的 甚是以媚 大卫承认自己有罪 因为大卫 接受撒旦的试探 求自己的荣耀 有许多罪 别人看也许没有罪 但是我们要向大卫 在神面前祭神 圣灵就会把我们的罪显明出来 这样我们就不会挖别人的罪了 耶和华又像以色人法奴 表面百姓已经犯了罪 才死了这么多人 当大卫做百姓的领袖 是有责任的 大卫没有甩锅给别人 只怪自己不对 要大卫甩锅的话 就会死得更多的人 好像今日世界所发生的 新冠病毒的疫情 过敏过足 都要扶起自己的责任防范 这个疫情 不要天天甩锅给别人 或者别的国家 免得疫情更加严重 大卫是个好领袖 他愿意 承担百姓一切的责任 当大卫看见灭灭的天使 就像神祷告所 在《撒摩记》下 24章17节 我犯了罪 行了恶 但这群羊 做了什么呢 愿你的手攻击我 和我的富家 神没有攻击大卫和 大卫的富家 因为神原本是 向以色人反悟 但大卫是个好领袖 愿意自己承担 百姓一切的罪 好像摩西 宁愿自己死 不愿看见百姓灭亡 宝罗也是个好领袖 当宝罗看见百姓 不肯向神悔改 心中有伤 宝罗说 罗马书9章3节 为我弟兄 我孤独之亲 就是自己受咒诅 一记得分离 我也愿意 宝罗是个 多么感动你的领袖 神就是要 兴起 爱民爱信徒的 好牧者 好领袖 宁愿自己受苦 不愿百姓受罪 但愿我们每天的生活上 也能够成为好的领袖 在家庭做好的家长 在学校做好的老师 在教会做好的团长 或者好的主张 在社会做好的老板 我们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你 你用的话来 光照我们 求你帮助我们 因为我们承认 我们常常有 我们的过犯 我们要 天天审查自己 叫我们能够 在犯罪的时候 快快地醒悟 可以得到你的 慈爱和怜悯 好像八位一样 求你帮助我们 能够做一个 好的领袖 好的家长 好的团长 或者好的主张 在家庭 或者在日常生活上 有好的行为 和好的榜样 奉主耶稣记得名求 阿们